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山水筛光之下 五个人休闲骑着脚踏车 除了王兴林与其他班底之外 还可以看到汪东城的身影 众人纷纷猜测第一集受邀的特别来宾就是汪东城 随着粉丝的欢呼和路人的吐槽 芒果大热综艺浪姐三已经于8月5日落下帷幕 王兴林拿下总冠军 谭维为收获年度队长 郑秀妍 余文文 钟星彤 薛凯奇 蔡卓妍 唐诗益 郭采杰和张天安也是顺利成团 吴景妍 七夕 张强 赵梦 王子玄 张力和朱洁净 遗憾佩炮 总体来说 浪姐三的成团名单属于意料之中 没有暴冷出局者 也没有暴冷成团者 当然 吴景妍是成团业最大的以南评 但明白人都应该有心理准备 因为王兴林组大概率是六进五 不是吴景妍出局 就是张天安出局 尽管浪姐三成团业是录播形式 但正片上线当晚几乎可以说是 涂绑了文娱热搜棒 网友们的热情一点都没有被削减 值得一提的是 在众多关于参赛姐姐的热搜话题中 身为师姐 但不是主角的纳赢却是上榜了 因为她直言不讳地说 成团没有什么用 由于成团夜市录播形式 所以纳赢的这句话早在录制结束后 就在现场被观众爆料过 但笔者当时猜测 节目组可能会剪掉 但没想到芒果这么用 居然剪到了正片当中 纳赢的这句话上的热搜后 大量网友纷纷表示赞同 夸纳赢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成团只是一个叙头罢了 但真事实上是这样吗 笔者不以为然 首先 纳赢之所以说成团没什么用 可能是两个原因 第一 纳赢参与的浪姐二收官之后 尽管成团阵容堪称梦幻 尤其是务口阵容强大 但是芒果并没有安排相关团宗 所以纳赢的成团无用论 可能是惋惜 也可能是调侃 第二 纳赢是典型的高出不胜寒 已经身为华语乐坛天后的纳赢 虽然近些年减产很多 但因为担任了多计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所以曝光量 热度 话题量都不缺 即便是纳赢没有参加浪姐二 只要她愿意 她依然能够接到国内顶级资源 包括但不限于综艺资源 音乐自制团队 商务等 但是资历 代表作 国民度 都没有那么高的纳赢 那些浪姐参赛的姐姐呢 她们可没有那么好的资源 前两季浪姐之后 抛开成团的14位姐姐 在淘汰和没成团的姐姐中 依然活跃在大众视线 且有热度的无非是金晨 张寒韵 王菲菲 蓝盈盈 张星宇 袁珊珊 张博之等少数几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成团没有什么用吗 如果浪姐这档节目是一局定胜负 那么成团当然没什么用 但这个节目是芒果的S家级综艺 成团的姐姐是在三个多月的播出过程中 经历了人气和口碑的检验 所以说 纳赢的成团无用论 笔者认为过于草山了 而且并不是那么合理 并不是成团后每次都合体出席活动 才算是成团有用 回归到刚收官的浪姐三 王兴林 郑秀妍 余文文 谭薇薇等诗人成团无用吗 也不是 纳赢无形中正被芒果打脸 首先 芒果已经开始策划浪姐三的相关团宗了 而且是两档 其中 乐队的海边已经开始招募大众评审 新鲜的约定正在筹备 乐队的海边的场主嘉宾是郑秀妍 余文文 刘恋 赵梦 张天爱和张力 新鲜的约定的带定场主嘉宾是 王兴林 钟兴桐 蔡卓妍和黄小雷 从以上两档团宗的阵容来看 顺利成团的姐姐是主要构成 为成团的姐姐是辅助 尤其是新鲜的约定 堪称是人气最高的王兴林组 小团宗 当然了 也许有人会反驳 乐队的海边和新鲜的约定 都不能称之为团宗 因为都不是十人合体的团宗 但无论你认为 乐队的海边和新鲜的约定 是小团宗也好 抑或仅仅是浪姐三的衍生综艺也罢 都不能否认成团的姐姐 是这两档节目的主咖 成团姐姐在节目中的待遇 会比未成团的姐姐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乐队的海边 新鲜的约定 分别是以郑秀妍组和王兴林组为和谐的综艺 而同样是冠军候选团的谭威维 似乎被忽视了 其次 去王兴林参加你好星期六后 郑秀妍 余文文 唐诗益和王子玄 近期也是参与了录制 郑秀妍 余文文和唐诗益都是成团的姐姐 只有王子玄是未成团的姐姐 而且大概率是因为她和郑秀妍 在浪姐三中的CP热度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好星期六还会邀请其他浪姐三 成团的姐姐参加节目 或许谭威维组就是下一个 所以说浪姐这类节目只是一个机会 但首先这个机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 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把握 而成团与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 几年过后 网友们提到浪姐这个系列 以及参与的姐姐 最容易想起来的还是某某某成团了 而大部分没成团的姐姐会被遗忘 但例外当然有 比如金晨 就在前两季没吃成团的四十多位姐姐中 能有几个金晨呢 甚至严格来说 只有她是没成团 但资源和热度反而是高于某些成团姐姐的 总上来看 成团绝不是像纳英说的 那没什么用 因为芒果首先会利用节目热度和艺人资源 更别提其他卫视和平台也会如此 成团这件事 至少在节目收惯后的两三年是很有用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